来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影音剪辑 其实现在 素食主义者每个人都是希望说 我很快的就获得支持 以前部落格很夯的时候 大家是看文字 可能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耐心了 我只是想说直接看影片 看影片直接讲 比较直觉 所以现在 顺制我也找到几个 就是很多医学相关的医师 或护理师等等的 也开始自己在拍一些YouTube的影片上传 然后上传之后 真的很多的民众看久了之后 就会觉得 非常相信这个医师 跟非常相信这个护理师 所以真的啊各位 我一直建议各位如果说有可以的话 开始制作 因为这个有时候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慢慢的让大家搜寻得到 OK 好那 我这个大纲的部分 旁边这个QR Code各位可以扫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的投影片的讲义 那当然没关系 如果等一下没有扫到的话 到时候投影片的讲义我会提供给 黄管理师 好所以到时候都可以 那个大家都可以拿到讲义 然后呢我们先来 显示一些医疗相关的案例给各位看 就是说有一些医生 或哪个管理师有在做这种YouTube的影片 然后他的订阅率 甚至呢 那个等于说你可以看看每一部影片的 收看率有多高 然后另外呢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个剪辑软体 免费的 但是先讲清楚 它是大陆版 大家有可能一听到大陆版就觉得说 哎 这大陆的会不会好可怕 会被怎么资安的 东西被传回去 目前没有 我只能说目前没有 因为这个剪映 这个软体它可以手机App可用 但是 等一下大家别急着去 配商店或那个 App Store去下载剪映 因为你们下载版下载到的剪映 是国际版的 国际版的功能比较少 剪映的大陆版功能比较多 所以等一下 我的那个投影片里面 其实我做得很详细 那到时候再考虑要不要 在这个地方教大家 安装然后 最后我觉得 可以的话尽量用电脑来做 因为电脑画面大 真的 因为手机能够操作 主要就是一只 一个指头两个指头去操作 有时候真的很难操作 你反而 在电脑版操作会更好啊 但是手机版的好处就是 你走到哪 就可以开始剪辑啊 而且你常常都会用手机来拍吗 所以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到时候上传到Ut我不分享 好来 我们先给各位看范例 我也找到我们明胜中华医院里头 也有影片 但是 我后来点进去看之后 哇 最近的影片是两年前 有点可惜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那个我没有写啊对不起 我打错了 61应该是61个订阅 61个订阅 然后10部影片 不是61部影片 61个订阅完那好少啊 加油因为我看它 我看最早的影片是11年前 然后 第二支影片好像就是7年前 然后最近的部分都是两年前 有点可惜 我觉得如果 明胜医院这边我觉得 也不用一定要用明胜医院 作为那个频道的名称 我觉得可以各自医生 各自管理师呢 你们可以去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 然后建自己的频道 不仅对自己有好处 那同时你也可以在 频道的底下写写 说现在目前是在明胜医院 比如单位一支护理师 或等等的OK啊 所以 我们来看底下的 有一些医师 他们做出来的频道 像酸痛保健室 OK 他有2.27万订阅 那他目前产出了162个影片 那像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影片是我的社区大学的学员 年纪都比我大很多的 社区大学学员他推荐给我 他说啊 上次看到里面有一个影片 有一个运动员 他在底下留言说 我以前看到很多医生都没有用 结果后来看了这个影片之后 照着他做就好了 哦 所以 现在有很多的民众 反而真的只要看到影片 他讲得很专业 而且如果真的 照做 而又好像很有效果 民众就很推崇 那粉丝就会越来越多OK 然后那个这个医师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医师啊 这位蔡凯周医生 因为他是号称不开刀的骨科医生 然后其实 我的脚啊 在两个月前 就开一个叫做 高位西谷角正数 因为高位西谷角正数 我想这座的先进门都应该听过 应该知道 高位西谷角正数 那时候刚开始我没开刀之前 我想说可不可以不开刀我去找他 他宣传的影片还蛮多的 但是后来我还是觉得说 还是直接开刀吧 所以后来是没有接受那个 因为第一次去 当然也会有一点点感觉没有那么好了 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 会要我要买什么保养品 要买什么 给他推销了很多了 但是他的影片做很多 以至于 你看 你有1.1亿万人订阅87部影片 然后另外北亚 那个台北医学院这边他有一个减重的 这个他订阅人也不是很多 其实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个人用个人的频道推出反而会比较多 而且你们可能比较不用顾忌啊 可以说拍的比较生动有趣一点的 然后2000多人订阅 然后现在目前产出60部影片 然后另一类 像有很多男生最介意的泌尿科的 这个医生 他做了很多泌尿科的相关的影片 然后又介绍了很多的 你看他的影片有25万订阅 253部影片啊 有兴趣各位可以点击进去 看这些这几个范例 好 那现在我来跟各位讲一下 开始准备剪映的这个软体 剪映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它是大陆的抖音开发的 各位都知道抖音吗 抖音其实现在就是 也算是一个 有点类似像YouTube的平台一样 他也希望多一点能创作一些东西上去 然后这个平台他让人家创作上去之后 他主要的用意是什么 他希望能够 多接很多广告 不管是那个平台 或者是那个制作影片的 这些网红们很多的时候收录 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来自于广告 所以呢 这个他这个剪映 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很快地制作影片 放到他的平台上去 他会越来越有名 所以他创作了这个剪映这个软体 所以这个剪映软体是中国人 那边发明的但是 最大的好处是 他对国语的辨识能力非常的强 因为我举个例子来说 因为我本身有在录 那个线上平台课程 而且那个是要付费购买的课程 我大多数是录写程式的居多 因为我本身是那个资工专业 资讯工程专业的 我就录一些课程 目前 我在那个课程平台已经有四门课了 前三门课那个字幕的部分 如果自己来做 十分钟的影片的字 我要花一个小时 才能够把字幕全部打完 打完十分钟的 但是后来在我在做第四部的影片 就是我精灵开始在录 第四部的影片的时候 那个字幕我就直接讲说 不用我自己来做 然后那个字幕就产生很快 因为大概可能啦 假设一小时的影片 我大概花不到一个半小时 不用到一个半小时 因为一个小时的影片 它产生很快 不用一分钟就产生完了 然后接下来 我是要再从头看一次 看有没有字错调的部分 因为我们在讲中文的时候 偶尔会穿插一些英文 那它对英文的辨识 可能就没那么强 反而对中文的辨识很强 中文的字几乎大多数都可以正确 等一下可以示范给各位看 然后它也能一致了很多声音 因为呢 如果所有人说我的声 音不好听呢 那怎么办 我就录起来不好听呢 没关系 你讲完之后你可以用变声 并且可以换着别的人的声音 甚至你用海绵薄薄的声音也可以 很多至少20个以上的声音可以用 好 然后呢 甚至如果你今天文字搞有了 你也可以用文字转声音 而且它的语调 绝对不是像机器人的声音 这样占用很方便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厉害的 图文层片 这个功能很强 你只要把文稿准备好 你只要放到简印里面去 一支一个影片都做完了 只要文字就好哦 然后甚至你可以不要发声 我让系统里面的声音来发声就可以了 等一下都可以示范给各位看 然后呢我们不用按传档关闭 它就直接储存草稿了 然后当然啊 如果你要汇出成成品 你只要汇出就好了 来首先我们就开始来给各位看 如果你的手机是这个 那个iPhone版的 我先跟各位讲 iPhone版要注意 iPhone版你要在设定里面 然后找到你的那个名字的部分 然后选到底下有一个叫做 检视账号 如果你现在跟得快的话 你可以赶快跟住赶快开始操作 那不然如果 来不及操作 反正之后有录音档 你们回去可以看 看一半正停一下继续操作也可以 好 然后媒体购买项目之后 然后接下来这边 有关于这个 那有什么显示 这是显示账号吗 还是我看不太清楚 因为在投影上看不太清楚啊 然后 重点是要改地区改地区 然后改地区呢 变更国家及地区 然后你要先把它改成中国大陆 你来App Store 才能够找到大陆版的检印 所以呢 切成大陆之后 还有些东西要设定啊 你就照这个设定来 之后呢 接下来重点是资料 首先第一个 付费方式请你选无 因为不用钱的 请你选无不要再选 信用卡 选无就好 付费方式选无 那名字你要 打真实的无所谓 然后接下来的地区一些设定 你就照我上面打的 你一律照我上面打就好 不用打真实的 你看我就打1 然后重点4 这里啊 那有地区号的部分一定要6嘛 然后另外这边 反正它有写必要要填的 那选填的部分可以不要填 好填完了之后还有设定 电话其实照上面打 完全照上面打就好了 你不用换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之后 其实就换好地区了 换了之后 你就可以执行App Store 然后搜寻找检印 然后各位认这个图案 它的图案是黑底 白色剪刀 才是检印的大陆版 如果是白底 黑色剪刀 那个软体的英文名称叫CypeCut 那是检印的国际版 功能比较少 包括连辨时中文字幕的功能没有 所以我建议各位安装 不要装国际版 要装大陆版 当然如果你今天下载好了之后呢 整个下载完 App装好了之后 你的那个画面上就有那个 黑底白色剪刀的画面 你就可以直接开始使用了 但是开始使用之前别忘了 把地区改回台湾 所以一样的道理 好来设定 然后你的名字底下的媒体购买专案 然后接下来选国家地区 然后选的地方叫台湾地区 OK 然后台湾地区有一些设定的注意 信用卡也可以设五 然后另外 名字的部分你要设真实的也可以 那不设真实的也无所谓 你看一下我这边接到我就写一 然后限市我就选桃园市 然后这边有个邮递区号 一定要五码 然后电话没关系 你不想打真实的你就跟我打一样 这边就是1234567927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接下来就是按下一页然后完成 你的地区就改回来了 可以吗 这样就可以下载到大陆版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安卓的 安卓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我有注意哦 安卓的手机的话注意你先用 Google搜寻找 大陆的搜寻人体叫百度 然后在百度里面搜寻剪映 然后剪映之后就会找到安全下载 然后他就说你要下载档案嘛 好点击之后接下来就开始下载了 可是下载完以后 他问你要不要安装 那你就要安装之后 然后他会 问你一个东西 要 那个要先安装下载 简易要安装之前 要先有一个软体要安装下载 叫做这个 百度手机助手 他会跑出一个百度手机助手 你一定要装 要有百度手机助手之后 才可以装这个 安卓版的 大陆版的剪映 所以我先把那个百度手机助手那 开启起来啊 然后就准备开始安装 但是注意了 当你要开始安装的时候 他跑起来一个东西 是 清除手机垃圾的 建议不要装 很多人会考虑啊 手机要不要装什么防毒软体啊 要不要装什么清零那个空间的啊 那些软体啊 我建议都不要装 手机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病毒 如果你装了扫毒软体 很多人都说啊 有时候扫毒软体 就是那个防毒软体公司发出来的 所以小心 手机没什么病毒 只怕你乱点击网站 被植入后门而已 OK 那各位理解 清除垃圾的部分是不需要装的 所以请你按取消啊 就不允许啊 就不允许啊 百度手机助手的话 是要允许安装的 这个是我画面看不太清楚 我这边是 如果是百度手机助手你要允许 但是清除垃圾的部分是要不允许 好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在百度手机助手的画面当中 这个剪映 然后它这边也在 开始做下载 下载好然后接下来 因为你要启动百度手机助手 它会问你一个许可权 你必须要设定这个许可权 把百度手机助手这边打开来 OK 好 然后接下来 就可以一路安装剪映 然后开启之后剪映图示就出来 剪映装完了之后 那个百度手机助手就可以把它 一除掉我们重点是剪映好 那接下来 电脑版的安装其实很简单 这电脑版的安装 我直接用操作了好不好 电脑版的安装 你只要空浏览器打开来 你只要在上面打剪映就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启动 好 那就找这个 剪映专业版全能易用的这个连结 点击进去 然后接下来就是立即下载就可以了 下载之后我就可以 启动它做安装 然后下载之后就打开了 大家可以那么麻烦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